粉红樱花盛开 新竹县五峰樱花季到来 人车潮大量涌入 有业者就先公告交通管制 迎来了名愿 经过协调之后 决议持续到3月10号 四大路段平日以及假日 分时段交管 引导丛竹122线上山 也禁止路边停车 来疏解车潮 粉红花海布满山头 五峰樱花季到来 避免上山交通大打劫 有业者先公告交通管制 迎来地方抱怨 五峰的樱花季 是从2月17号到3月10号 我们会针对67线 从梁山入口 一直到山上人家 前六的区段入口 大概1.2公里去 作为这样一个交通管制 那我想今年在我们 竹东分局吴分局长 他这样大力的协助 以承诺要针对这个 畸循的一个部分 再增加警力来协助 我们排除可能会造成 道路交通阻塞的一个问题 我想应该是会获得 很大的一个改善 道士牌写出管制时间和地点 地方有疑虑 三公所召开两次协调会 决议持续到3月10号 从竹67线 梁山入口部分路段进行管制 引导从竹122线 50.5K处上山 分为平日早上8点到10点 和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竹122线 毛埔产业道路口 及爱兰联络道口交通输导 假日则从早上6点到下午4点 增加往山上人家1.2K处 汉往白兰路段 禁止路边停车 机动疏导 缓解车潮 特别针对商家 他对于人力 他所这个配置上面的一个部分 有特别特别的要求 希望能够比照去年甚至过往 超过过往这样的一个人力配置 来协助我们上山的游客 在樱花季的时候 不至于在道路上面去做这个阻塞 影响到这个 来午风游玩这样的一个雅致 银花业者也加派人力指引 让赏花更坚信 目前山樱花 富士英及野英接训绽放 花期到3月初 游客已经开始涌入赏花 三 Index 赏花期到3月初